大家好,下面为大家播报一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施最终 数据截止更新以2020年2月17号的17.58分的23秒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现有的确诊病例的话是57,936 比昨天是上涨了444的 累计确诊病例的话已经达到70,640 比较多是上涨了20,056 现有疑似的话是7264 比昨天增加了1563 那我们看到现有疑似这一块的话 现在这个数量是在减少的 就是准复在减少 因为排除了一些就是说确诊的 还有一些是排除了感染的可能性的 所以它虽然今天增加了1563 但排除掉一些以后 现在仍然有7264的疑似的确诊病例在这里了 目前现有的重症病例的话是10,644 比较多是减少了628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重症这一块是有所减少了这个人数 那治愈人数的话也有错 有大幅的提升已经达到了1万 有10,932 比昨天是增加了1507 我们可以看到了 现在治愈人数的话上涨这个趋势是比较快的 今天有1000多人这个治愈 那死亡人数方面的话是1772 比昨天是增加了106 现在这个死亡人数每天大概在100人左右 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个形势也还是非常的严峻 毕竟确诊病例有7万多 现有的重症连连有1万多人的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疫情的这个地图 目前来说呢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 还是湖北地区是属于全国最严重的地区 有58,182人确诊的 那接下来的是广东地区 广东地区 接下来是广东地区 有1322人确诊 然后是 河南 河南1246 河南是1246 我们看一下 浙加1171 澳门是实力的 好 我们看一下全国这个疫情的新增的这个趋势 目前这个趋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新增确诊的趋势 是在走一个下坡的一个方向的 然后昨天的话有一点点稍微的这个坡度下降的没那么大 但是河南是处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新增仪式的话也是在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趋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现有的这个确诊仪式和这个重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 累计的话 永远是在上升 累计的这个数量在上升的左速 现有的确诊的左速也在缓慢的上升之中 那现有的疑似的话 这个是在走一个下坡路的 这个是走一个下坡路 然后现有的重症也在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掉头了 再往下走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先再来看一下这个累计治愈和死亡的这个趋势 现在我们看到累计治愈的这个趋势的话 是在走的比较 比较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趋势是在往一个好的方面发展 这个治愈的这个增长的浮入是越来越快了 那累计死亡的话 这个趋势是在缓慢的这种展开中 这个趋势的这个曲度是没有那么明显了 那下面再看一下这一个 治愈率和死亡率的这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治愈率的话现在是明显的增加了 这个趋势明显的增加了 那死亡率的话 已经是徘徊在2%到3%之间 2%到3%之间 好 下面我们对比一下全国 湖北武汉 确诊的这个 确诊数的这个对比 我们看到全国的话 是在一个也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么湖北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其中的武汉 是武汉市 是最严重的灾区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三个这个曲线的这个走势的比例 是几乎差不多的 也就说现在主要的定义的增长是在武汉 然后在这个 湖北省的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 疫情的各方面的这个数据 就是各个省市的数据 那湖北省的话 是新增确诊1933 累计58182 至于6639 死亡1696的 武汉方面的话 新增是1690 累计是41152 死亡是1309 武汉人员是中国来说 最严重的一个灾区 那么校感方面的话 新增确诊的话有78例 累计确诊3279 死亡70例 防港是新增确诊8例 累计确诊2831例 死亡78例 其他州的话是少于2000例 累计确诊 那我们就不一一的阐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数据看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手势的这个数据 首先在广东 排名第二的这个累计确诊有1322人 至于是473 死亡40 河南累计确诊1246 至于438 死亡是16 那从这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广东相对于一个比较发达一个地区 他的这个医院各方面的设备 还有这个医院的这个人力的资源等等 可能有一点的优势 特别是广州 所以这个死亡的病例 现在是暂时来说是比较少的 浙江方面的话 累计确诊1171 至于470没有死亡病例 我们看到浙江是全国非常好的一个 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 累计的确诊是排名第三类 就除了湖北以外的 但是死亡病例是没有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值得大家去学习和接见 那湖南的话 现在也是超过了1000的累计确诊 至于的话467 死亡是3的 那其他省市的话 现在是少于1000的情况 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港澳台方面的这个数据 下面首先我们看一下香港地区的话 目前是累计确诊57 至于2人死亡1人 台湾的话是累计确诊20 治愈是2人 死亡1人 澳门方面的话 累计确诊10例 治愈5例 暂时没有死亡的这个报告 好 我们看一下海外的这个疫情 目前海外确诊病例的话是693例 死亡3例 其中日本是除了中国以外最严重的一个灾区 目前的确诊病例有411 治愈只有一个的 而死亡也有一个 那这个411主要是在这一个公主号的这个楼艇上面 现在已经确诊了超过300多人 然后日本的境内也发现了一些感染的案例 现在日本也在加强这个管理 最新的消息是日本取消了这一个万人的这个马达松比赛 还有呢这一个天马的收入活动也取消了 那新加坡方面的话 确诊病例现在是75例的 至于是19例 没有死亡病例 新加坡这一块的话 确诊病例也在增长之中 前几天还是40多的 现在已经涨到了70多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 泰国方面的话是35例 比之前增长了两例 至于14例没有死亡病例的 韩国目前有30例 至于9例也是没有死亡病例 马来西亚有22 至于7例没有死亡病例 其他国家的话是少以20的 那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下面是一些最新进展的一些消息 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相信大家也看了不少的这个文章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批谣的这个信息 批谣信息 首先第一条 威士忌加蜂蜜加开水 对抗心形肺炎有效 这个是一条谣言 请大家不要深信 第二条谣言是 羊桃叶子泡水喝 容易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也是谣言 请大家不要深信 第三 华人海鲜市场 供货烧 徐翠勤 发文忏悔 这也是个老旧谣言 这个谣言不断 大家不要随便相信 下一个谣言 在口罩中间垫上餐巾子 可以有效阻断新冠病毒 这个餐巾子不能有效的阻断新冠病毒 这个是一个谣言 请大家不要下电 鱼心草可以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肺炎 部分研究表明鱼心草具有抗病毒抗菌抗炎解热的效果 但是就目前的公开报道研究来看 鱼心草的抗病毒作用 主要还是停留在体外实验 体外实验通常就是在体外 通过96孔 把培养病毒液 然后加入鱼心草提取物 看看病毒的死亡率 这种检验药物有效性的方法 是非常开放粗糙的 实际上就是说 暂时是不能确定 在人体内能否杀命毒 好 在一条别吃淡水鱼 确认粪狗 船多很多地方在鱼汤里写变筒 这个是一个谣言 请大家不要相信 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农村地方 比较边缘的一些农村地方 可能会有在这种现象 但是一般来说 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随便相信这种谣言 好了 那今天的播报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您的收听 有兴趣的话给我们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的账号 转发给您的朋友 谢谢 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